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本期为大家分享林清玄的作品 《竹雪》 传说在北极的人 因为天寒地冻 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 对方听不见 只好回家慢慢地考来听 这是个极度浪漫的传说 想是多情的南方人编出来的 可是我们假设 说话结冰是真有启示 也是颇有困难 试想 回家考雪、卤雪的时候 要用什么火呢 因为人的言谈是有情绪的 卤得太慢或太快 都不足以表达说话的情绪 如果我生在北极 可能要为主的问题烦恼半天 与姓吉的人交谈 回家要用大火煮烤 与姓温的人交谈 回家要用文火 倘若与人吵架呢 回家一定要生个烈火 才能声闻当时 嗲嗲啵啵啵的火爆声 遇到谈情受爱的时候 回家就要仔细酿造 当时的气氛 先用情诗情词裁冰 把它切成细细的碎片 加上一点酒来煮 那么煮出来的话 便能使人危罪 倘若情浓 则可以不用炉火 要用烛火再加一杯咖啡 才不会醉得太厉害 还能维持一丝清醒 遇到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话就好办了 把结成的冰随意弃之就可以了 爱听的话 则可以煮一半 留一半 他日细细品味 住在北极的人 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幸福也不常住 有时天气太冷 火生不起来 是让人着急的 只好拿着冰雪 用手慢慢让它融化 边融边听 遇到幸急的人 恐怕要用雪往墙上摔 摔得厉小时听不见 摔得用力则声震雾瓦 造成噪音 我向往北极说话的浪漫世界 那祥和又能自己制造生活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到处都是噪音的时代里 有时我会希望 大家说出来的话都结成冰雪 回家如何处理十字架的事 谁也管不了 尤其是人多要开些无聊的会议室 可以把那块嘈杂的大雪球 扔在自家前的阴沟里 让他永远见不到天日 思时思地 煮雪恐怕要变成一种雪问 生命经验丰富的人 可以根据雪的大小 橙色 专门帮人煮雪为生 因为要煮得恰到好处 和说话时恰如其分一样 确实不应 年轻的恋人们 则可以去借别人的情雪 借别人的雪 来教自己心中的快乐 如果失恋 等不到冰雪尽容的时候 就放一把火把雪都烧了 烧成另一个春天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收听更多好文章 我们下期见